这个消息有关 因为传出在选后 有一些政府官员提出来政策 一直被打枪 今天我们看到财政部长张慎和 他所推出来的所谓的财政健全方案 要课征鼓励的加税动作 有立委跳出来反对 几乎是民进党立委居多了 今天他是舍战党官 希望能够力挺财政健全方案的通过 但是有没有可能会翻盘 让股市族高兴一下 今年台股的上涨是不是这个原因 待会告诉你